警方是接獲檢舉 在臺北市大安區這一出大樓 裡頭有賭場是非法營利 而經過多日搜證 警方在昨天凌晨進行了攻堅搜索 一舉是抓到了二十個人 警方鶴槍實彈來到臺北市大安區 這出大樓準備攻堅 警方破門而入時 已經是凌晨一點多 但裡頭卻燈火通明 原來這裡是非法的德州撲克賭場 業者為了要躲避警方查棄 還特意在大門口貼出暫停營業的公告 改稱由地下停車場進出 但逃不過警方多日跟監搜證 一舉查棄到案 七號凌晨一點多 在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這出大樓警方破門攻堅 查獲許姓負責人 七名核官四名工作人員 以及賭客八人 全安一涉嫌刑罰賭博罪 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移送偵辦 記者綜合報導